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1日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 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庆祝建党百年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也就是所谓的一大 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 但是一大实际上并不是在7月1号这一天召开的 这个日子被认为说是共产党的成立纪念日 是毛泽东随便指定的 共产党在成立的早期 疲疲疤病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每年来庆祝建党 是一直到1938年 共产党在陕北有了根据的站伦脚跟 这个时候毛泽东才想起来 应该每年都纪念一下建党 但是毛泽东他虽然是一大的代表 而且还是负责记录的代表 他自己也不记得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开的 当时延安还有一个一大的代表 董碧武 毛泽东这些找董碧武 董碧武也不记得究竟是哪一天开的 两个人只记得大概是在7月份开的 因为那个时候天气很热 所以这样毛泽东就把7月1号 因为这个日子比较容易记 就把它当成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 所以他在《论词九战》 就那一年写的 1938年写的《论词九战》里头 就说了 说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的纪念日 从那以后 中国共产党就每年都要来纪念 庆祝一下7月1号 不仅是毛泽东董碧武 不记得中共一大究竟是哪天开的 当时参加一大的那些代表 也没有一个记得究竟是哪一天开的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都是模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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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说是7月份开的 甚至张国焘在晚年的回忆里头 说是在7月1号开的 他实际上就把这个纪念日跟实际开会的时间给搞混了 共产党一大的开会的具体时间 是后来根据共产国际当时的记载 确定下来的知道的 根据当时共产国际的报告 我们现在知道了 当时本来是定在21年的6月20号 要在上海开会 但是各地的代表陆陆续续的到齐了以后 已经是7月23号了 所以是在7月23号这个会议才开幕 严格的说应该是21年的7月23号 是共产党成立的日子 当时开会 是到在上海的法租界的理工馆开的 理工馆是当时上海的代表李汉俊 汤哥的家 那汤哥呢外出了 就李汉俊呢 就觉得我们这个房子很大 就把它作为一个会议的场地 但是开到30号那天呢 突然法国的巡捕来搜查 虽然没有抓人走了 那这些代表呢 就觉得说不能在那里 把会议继续开下去了 还没开完呢 这个时候呢 是由上海的另一个代表 李达的夫人提了一个建议 说改到嘉兴去开去 这30号的事 但是7月31号的时候 有台风 这个铁路不通 当时你从上海到嘉兴 是要坐火车的 铁路不通 是一直到8月2号的时候 铁路通了 这时候呢 就李达的夫人 还有几个代表 就先到了嘉兴去了 去做准备 然后8月3号的时候 其他的代表 陆陆续续的也过去了 所以在8月3号的时候 他们就租了一条游船 装成是游客 在嘉兴的南湖 把这个会议给开完了 那是最后一天的会议 开完了 那我通过了决议 通过了共产党的纲领 然后呢 选举了陈独秀当总书记 所以随上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呢 已经都是8月份了 已经是8月3号了 参加会议的这些人呢 他们呢 其实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那代表呢 年纪最大的 是跟毛泽东一起 从长沙来的何书恒 他当时呢 已经45岁了 所以会议的代表 其他的代表就把他当 称作是一个老先生 那跟这帮年轻人格格不入 他们就认为说 你这个何书恒不够格 就不让他参加会议 所以何书恒虽然 作为代表 去了会议 但实际上呢 没有参加会议 而是被赶走了 被赶回长沙去了 那剩下的代表头呢 是董碧武 是年纪最大的 也只有35岁 其他的代表 最年轻的一个 才19岁 大部分呢 都是20多岁 都是一帮年轻人 不算那个何书恒的话 总共是12个代表 每一个地方派了两个过来 总共是12个 还有一个是日本的代表 所以加上去 本来是有13个 跑掉了何书恒 最后开会的是12个 所以这些呢 都这些都很年轻的人 而且都是文化人 当教师的大学生 记者 记忆力应该是很好的 但居然呢 没有一个 记得 这个一大究竟是 在哪一天开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些人 根本就没把这当回事 不认为说 那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 具体的日子呢 都记不得了 其实呢 还有别的迹象 也可以表明 那些去开会的人 真的不是不把这个会议 当回事 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共产主义者 是两个人 叫做南城北里 南方的陈独秀 北方的李大钊 但这两个人呢 都没有去参加这次的一大 李大钊呢 当时是北大的教授 北京呢 当时已经有共产党 虽然是 还是李大钊帮助成立的 但是呢 北京的共产党 接到了这个会议的 开会的通知 说要他们派两个代表 去参加会议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想到 要让李大钊去参加 觉得呢 这种小事情 没有必要 让这么忙的一个大教授 去参加 所以他们选了 是要选学生群 北大的学生群 那第一个选出来的 就是当时 主要在搞学生运动的 北大的学生 张国焘 那当时 北京的共产党 还有著名的两个学生 北大的 也就是北大的 一个叫邓宗相 一个叫罗章龙 本来呢 是应该让他们去 第二个 作为这个第二代表 但是呢 这两个人都不愿意去 都觉得自己太忙了 不去上海开会 最后呢 是派了一个 叫刘仁静 的一个 19岁的学生 去参加了 那 成独秀呢 成独秀当时呢 是在 广东 当广东教育厅的 厅长 被当时的南方政府 给请过去 从上海 他也应该是在上海的 被请过去 当教育厅的厅长 那 上海组织 那这次代表大会的人 是希望 呃 陈独秀 来参加这个会议的 专门派了一个人去请他 这个人叫 包惠生 呃 他实际上是武汉那边的 武汉的呃 共产党的人 呃 他为什么在上海呢 因为他当时本来那些 想到苏联去留学 结果到上海以后 呃 没走成 就在上海留下来了 呃 上海人的共产党呢 就让 包惠生 呃 去广州 找 陈独秀 请陈独秀 回上海来 开会 呃 包惠生呢 他是个记者 呃 跟陈独秀很熟 因为以前采访过陈独秀 结果陈独秀就不愿意 呃 去参加这个会议 他认为说 呃 他在广东的这事情很重要 他要建一个校舍 呃 正在 呃 早前呢 如果他去 在上海开会的话 那事情就搬搁了 所以他不愿意 反而呢 让包惠生 呃 当呃 广东的代表 去参加这个会议 呃 他本来实际上是武汉的 让他去呃 当这个呃 广东代表 那广东的也不还有呃 一个吗 两个名额 还有一个 呃 呃 还有一个呢 陈独秀 就让另外一个年轻人 啊 叫陈公伯 你代表我们广东 去吧 为什么让呃 陈公伯去呢 因为陈公伯当时刚刚结婚 呃 刚好你可以带新娘 一起去呃 度蜜月去 呃 就是呃 呃 去呃 去度蜜月的 呃 所以他呃 到上海 呃 会议是参加了 呃 但是30号 不是呃 之后呢 不在上海开了 要改到呃 加新去开 陈公伯就不去了 带着呃 新娘子呃 去杭州西湖玩去了 而是等到从杭州回来了 呃 8月3号了碰到了另外一个代表 呃 其实呢 是参加 我刚才说参加会议的主要呢 都是一些年轻人 呃 主要是一些学生啊 啊 记者啊 啊 他们呢 去参加这个会议的呃 一个 我觉得主要的目的 实际上呢 就是因为有人出钱 呃 当时是共产国际出钱给他们出路费 所以可以呃 借机呢 呃 去大上海 玩一玩 可以公费旅游 呃 这个呢 可能对他们来说 呃 呃 是更重要的 参加会议呢 呃 那是顺便呃 参加一下 呃 所以呃 虽然他们去参加会议 呃 但是呢 对这个会议也很不重视 呃 其中很不重视的呃 呃 另外一个呃 证据呢 就是这次会议 呃 通过了结议 通过了纲领 结果呢 所有的这些都找不到了 就中文的这个员 原始的版本 都没有 没有人去把啊 这些中文的这些文件 呃 给留下来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啊 这一大的第一次决议啊 第一次呃 第一次呃 报告的啊 把这些文件翻译成了俄文的版本 这样才呃 留下来了啊 到呃 中共呃 建国以后啊 上个世纪50年代去呃 向苏联 要了共产国际 当时呃 有关于中国的这个资料 才把这些资料给要回来 但是是俄文的 所以要翻译成呃中文 又翻过来的 另外一个来源呢 是英文的版本 因为当时呃 参加会议的那个代表 陈公伯 他二三年的时候呢 就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在二四年拿了一个硕士学位 他呃 硕士论文研究的 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应该他参加过这个一大 所以有这个资本 然后在这个论文里头呢 就付了一大的文件的翻译 所以他当时呢 是手上 因为参加会议的代表 肯定手上都有这么一个呃文件嘛 那就把它翻译成呃英文 那这个论文是直到1960年 才被挖掘出来 那那个英文的版本 跟俄文的版本 你对照发现内容是一致的 所以真实性是呃 没有呃 是可靠的 是不可质疑的 所以 但是那个中文的版本 没有人留下来 包括你当会议记录的毛泽东 也没有留下认识的资料 就说明了 他们根本就不把啊 这个会议当回事 我刚才说了 那现在关于啊 中共呃 一大的啊 这些呃 历史的文献啊 实际上呢 都是呃 主要是从共产国际啊 那里保存下来的 那共产国际呢 为什么对这是呢 这么重视呢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本来就是共产国际 还有俄国共产党一手策划的 这个早在呃 1920年的时候 啊 当时呃 俄国共产党 啊 就派了呃 一个人啊 这个呃 是一个俄国人了 叫魏明斯基 啊 这个人啊 他画名 画了用一个中文的画名 叫吴廷康 到上海 那先是到北京 找了李大钊 李大钊呢 就建立啊 说他到呃 上海去找成都秀 所以呢 他就到了呃 上海找了成都秀啊 给了成都秀的活动经费 那那就是要 要他做这种成立共产党的准备 啊 所以在呃 1920年的8月 当时呢 就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啊 临时中央 陈独秀就被选为是总书记 所以你也可以说 实际上在1920年的8月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 陈独秀显然是那么想的 那呃 呃 自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了 所以呢 他才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去参加呃 什么一大了 这可能也是他不把这个一大当回事的 要一个原因 后来呢 啊 这个魏明斯基 啊 就 走了 走了以后呢 共产国际那边又派了 另派人 啊 所以在1921年的时候 共产国际的另外一个代表 叫马林 这是第一次代表大会 啊 所以 而且呢 给他们钱 啊 给他们呃 路费 经费 然后 确定了 当时已经有呃 共产党在活动的那些城市 哪一个城市呢 啊 你们的一个党支部 派两个代表 啊 所以有北京呃 长沙呃 广州 武汉 还有济南 啊 这些都派的那两个代表过来 然后当时呃 日本 也 留学生 也派了一个代表 也就是周佛海 也来参加 所以呢 我刚才说了 是总共是13个代表 啊 那个何苏涵被踢出去 真正参与开会是12个 然后共产国际的 那这两个人 马林 尼克尔斯基 他们呢 也是自始至终 参与了 这个会议的 所以应该说也算是代表 是国际代表 那这两个人呢 下场都很惨 这个马林 后来又回荷兰 荷兰呢 二战的时候 荷兰被德国占领了 所以马林呢 是被纳粹给杀死了 这个尼克尔斯基更惨 他是后来回到苏联了 这个在1938年的时候 斯拉林搞树反 这个尼克尔斯基 他本来是苏联的间谍 结果呢 反正呢 被说成是外国的间谍 然后呢 就被处决了 中国的那些代表 那13个代表呢 大多数的下场 其实呢 也很不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具体的 说一说 这个中国代表 他们的命运 后来是怎么样的 我们先从上海的代表说起 那个地主 李汉俊 他呢 在24年被开除出党 然后27年 国民党 清党的时候 他虽然已经被共产党开除了 结果呢 还是被国民党的军阀给杀了 另外一个上海的代表 李达 他在1923年的时候 才入党两年 1923年的时候 就宣布脱党了 因为跟陈独秀合不来 然后就专门去搞这个学术研究去了 当教授去了 但研究的还是共产主义了 那是一直到1949年 共产党夺取政权了 李达呢 又重新入党 当武汉大学的校长 但是66年的时候 文革一起来 他就被开除出党 然后被红卫兵给斗死了 再来看北京的代表 张国焘 这个大家知道了 他后来当了什么苏维埃 当时三北什么苏维埃的主席 但是跟毛泽东斗斗不过 所以在1938年的时候就叛变了 就投奔国民党 他算是得了善终的 因为后来他就移民到加拿大 在79年在加拿大病死了 北京的另外一个代表是刘仁静 最年轻的那一个 他呢 在1929年被开除除党 因为他是属于托派 被开除了 后来在文革的时候 又被作为反革命 抓起来 在秦城监狱关了很多年 文革结束以后才放出来 1987年的时候 在北京被公交车给撞死了 胡兰长沙的代表 毛泽东这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 然后另外一个代表 何树恒就是那个去参加会议 被赶走的那一个 他是后来呢 是一直就参与共产党 还有参加红军 然后在35年的时候 当时红军部长征 已经离开了福建 但是呢 何树恒呢 是被留下来了 在原来的苏区留下来 后来就被国民党 于是被国民党包围的时候 他跳崖死了 武汉的代表呢 一个是董碧武 董碧武 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 他后来也是得了三中的 就是后来 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 人大成委会副委员长 1975年逝世了 还有一个呢 是陈潭秋 也是武汉的代表 他呢 也是一直就参与红军了 参加当共产党的领导 但到1943年的时候 当时共产党跟新疆的军阀 盛世财是有合作的 后来呢 盛世财跟那个共产党弄翻了 就杀了一批共产党 其中呢 就被杀的 就包括陈潭秋 济南有两个代表 一个呢 叫王静美 他是过了几年 是1925年的时候就病死了 是费接河死了 另外一个代表是邓恩明 他后来呢 也是一直在山东领导共产党的工作 后来是在1931年的时候 被山东的金阀寒富渠 就呃 枪决了 然后呃 广东的代表 陈公博 他是第二年就宣布退党了 就1922年就退党了 23年去美国留学 24年拿了协位 回来后来就加入呃 呃国民党 然后到呃 抗战期间呢 呃 他是跟那个汪金卫呃 呃 走的 呃 所以他后来呢 是呃 成了呃 汪金卫伪政权的二号人物 呃 就汪金卫死的时候 他还当了南京呃 国民党的主席呃 行政院的院长 算是二号的呃 这个大汉捐 呃 所以呃 抗战胜利以后 他逃到日本 然后被国民党政府给引渡回国 把他枪决了 呃 广东的另外一个代表呃 叫呃 包惠森 呃 他呢 也是在二七年的时候 就国民党开始清党的时候 他就退党了 后来呢 也是加入了呃 国民党 他当了一个小官 呃 也不算小吧 就不大不小的 呃 那种官员 后来呢 去了 澳门 那1949年 呃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呢 他又想回来 就给周恩来 呃 毛泽东 写了信 然后他就 他们就让他回去了 就呃 回国了 回国了 就相当于把他养起来 呃 文革的时候 也受了批判 但是呃 不算很严重 哎 所以他是一直活到过了文革啊 1979年才病死 还有一个是日本的代表 留学生的代表呃 叫周佛罕 呃 他呢 也是1924年就退党 那就加入了呃 国民党 后来也是跟着汪金瑞跑的啊 就汪金瑞伪政权成立的时候 他也是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曾经当过汪金瑞的行政院的副院长 呃 所以抗战胜利以后呢 他也是被判处死刑 但是呢 被蒋介石呢 给涉变了 改成了呃 无期徒刑 然后1948年呢 就在监狱里病死了 呃 所以大家看 这些人当中呢 呃 总共是13个代表 然后有7个呢 是或者呃 被开除除党 或者呢 退党 有两个呢 甚至呢 还成为了呃 大汉奸 这个比例呢 是非常高的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其实当时呃 呃 参与呃 开呃 这个全国呃 呃 代表大会的呃 这个所谓的一大 这些呃 建党的元老 其实大部分人呢 呃 并没有什么很坚定的共产主义 信仰 呃 其实都是一些呃 年轻人 那可能呢 就是为了赶时髦 呃 当时信仰共产主义 可能是很时髦的一件事 或者呢 呃 就是要凑个热闹 呃 所以你这个立场 实际上是信仰很不坚定的 就很容易就变来变起的 只不过呢 是在 共产 国际的 呃 这个帮助下 也可以按现在的说法 实际上呢 是在外国呃 势力的 呃 这个指使下 搭了这么一个 草台 班子 呃 并不是 呃 像后来 中共吹的 说是 建党是一个开天辟涕的事件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再见